言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 東廠是監視特務的特務 連錦衣衛那些刀指揮 見到他的長印太監 居然要跪下叩頭 為什麼呢?大家都是特務 不是啊 因為東廠那些通通是太監 太監日夜都陪皇帝在皇帝身邊 所以告狀他容易 又容易得到皇帝的寵信 講完朱棣創造這兩個機構 現在又要講下朱棣另一創舉 就是他創立了一種官職 秦府 這個職稱 我們在電視劇、電影、時場都聽到的了 現在要講下 這個職稱的內有 當年朱元璋就設立了報政史司 就是現在省級的單位 報政司就是省長 專門管一個省的行政 但是朱元璋最怕手下的權力過大 他最喜歡搞分權 所以就另外按插了兩個部門 分管司法和軍事 這兩個部門的長官 就叫做按插使和刀指揮使 這一個省就有三個長官 三個都是同級幹部 那有什麼事呢? 一是互相爭權 一是互相推卸搞到朝廷都沒有辦法 就只好派一個給他們三個都高級的官員 來統一指揮、統一管理 這個就叫秦府 秦府就比這三個官都高級一點 大概就是現在副部長 他比你這三個都高級 只有這樣才能管你 但是秦府都是臨時的 臨時又京城派下來 地方的事很複雜的 有時三幾個月 有時一年半載都搞不定 那些人在京城派下來 就好像特派員一樣 留在這裏留那麼久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了 就只好由臨時變成固定 有些秦府就變成省的地方官 不過又有問題 有些省的事 發展到牽連到旁邊的省 就像農民起義 由廣東打到福建 那你秦府就管一個省 那你現在兩個省都有事 那你怎麼辦呢? 又要請示朝廷 於是只好又想過一個辦法 就是派一個更高級的人來 秦府啊 副部長啊 我派一個政部長來 他可以管兩個省的 管你的秦府的 那這個人呢 就叫做總督了 總督就等於政部長 那時候的常事啦 過了沒內 又不行了 因為天災人禍啊 好像水災一下 浸就浸幾個省啊 那你管兩個省啊 你就管不到幾個省啊 總督都搞不定 於是 自好又怕更高級的人來 這個就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級的地方官出場啊 這個叫做督司 這個官 可以管幾個總督的 可以管幾個省的 那這種官啊 都是朝廷派出最高級的人物來的 好像大學士來都兼任的 那以上啊 這三個機構 這些這樣的官職呢 都是朱棣創造的 影響非常深遠 評價有好有壞 以後我們經常會提到他們這些機構和這些人物的 現在 再來講一下 朱棣一個重大的貢獻 就是他為子孫後代 留下一筆重大的財富 這些財富 不但幫助朱棣開創永樂王朝 而且 在朱棣死了以後啊 還將這種繁華的局面 繼續多年 朱棣和他父親朱元璋 兩個都是一代英明的君子 都創下偉大的王朝 兩個人相比 當然 朱元璋就好像被朱棣 首勝一籌 但是有一樣東西 朱棣就肯定比朱元璋高明得多 這就是為顏色人 為子孫挑選人才 朱元璋留下三個人 來幫助他的孫子 管治天下 這三個就是天下文明的方孝宇 齊泰 黃子晴 這三個無疑都是一代忠臣 流芳百世的人物 但是 絕對是 絕對是 徹頭徹尾的 朱大子 食股不化的人物 師生誤國令人提笑皆非 他們專門出賣那些害人誤國的歪主義 朱棣就不同了 他為子孫逸是留下三個人 但是這三個呢 和朱元璋那三個書外子就是天怨之別 這三個是當代優秀人物 鎮鎮鎮鎮 是自小之英采 這三個人各有所想 不但有能力 而且有廣闊的胸懷 有長遠的眼光 他們都經歷過四個朝代 四朝不倒 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這三位奇人 有這麼巧 都說姓楊 所以歷史上就稱他們為三羊 現在 我就逐個來介紹一下這三羊的全期經歷 首先要介紹的是 楊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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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經歷過四個朝代 掌握朝政 風光無限 權傾一事的歷史人物 如果不是他 那個朱高慈根本就做不到皇帝 那就沒有了人中盛世了 楊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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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元朝 到处兵荒 马乱民不聊生 杨士奇的父母 就带着他四处逃生 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父亲在杨士奇一岁半的时候 就掉下孤儿寡父与世唱辞 上天并没有安排杨士奇享受到幸福的童年 但是上天就赐给杨士奇一位非常仁爱伟大的母亲 母亲大而一岁半的儿子 到此流浪 母亲将所有值钱的东西 统统埋起来换取食物来养这个儿子 但是他始终带着一本书 就是大学 他不捨得卖 这位母亲 真是一位十分有远见的人 他颠配流利 食都没得食 但是始终没忘记 教导自己的儿子读诗 识字 杨士奇是十分聪明的人 读诗进步很快的 读书当于要讲天分 要讲有读书的聪明 杨士奇确实天之过人 但是他小一样东西 他没钱 读书要钱 你再靠天分再厉害 没钱读书你就没得去考试 你就没办法上经 没办法去中科举 那就没办法进入试图 杨士奇只好认命 到洪母四年 杨士奇七岁 母亲被逼改嫁 嫁了一个叫做罗星的人 此人并非一般人士 他是出身名家 当时很有名的名士 而且还有官职在身 他为人耿直 但是性情高傲 目中无人 他做了杨士奇的鸡妇 对杨士奇就十分严厉 唉 这很难说的 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 在封建时代 那个妾侍带着儿子入门 唉 肯定没了地位 肯定没什么好面色对他的 罗星就命令杨士奇 要改姓罗 杨士奇日子十分难捱 小心翼翼 总是怕得罪人做错事 就拖累自己的母亲 唉 七八岁的小孩 真是生性懂事 那年 杨士奇八岁 罗星举行祭祀祖宗的仪式 拜祖那天 杨士奇就十分有感触 怀念自己的父亲 和逝去的先人 不过你现在在继父家 怎么会给你拜祭 你姓羊的亲生父亲 杨士奇就偷偷地 走去偏僻的郊外 用泥土做了一块神主牌 就当是父亲的神伟 跪下来拜祭 杨士奇就不知道 自己在做这件事 秘密就被人拆穿 被人看见 这个 看在眼里人不是别哥 只是他的继父罗星 过了没来 罗星就叫杨士奇来到面前 对他说 我看到你拜祭你祖先的举动了 从今以后 你还是恢复姓羊了 不要跟我姓罗了 杨士奇大吓一惊 哎呀死了死了 被他知道 这回他一定赶我出去 哎呀我母亲怎么办呢 谁知道罗星就跟着对他说 我那几个儿子 都是不争气不成才的 希望你呢 以后能够好好地照顾一下他们 跟着罗星就十分有感触地说 哎呀你才八岁 寄人离下 但是你居然这么有志气 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 你将来一定能成大气 你不必改姓了 你姓羽羊 将来你一定不会损害 你亲生父亲的姓氏的 哎呀就是这样 杨士奇就得到 继父另眼上汗 还出钱供他读书 这么有天才的杨士奇 一定会很快清雲直上 他一定会考中尊士状元 哎呀谁知道 上天就喜欢作弄人 好日子只过了一年 罗星就被朱元璋撤职 赶到偏远的地区 杨士奇和母亲又陷入困境 不过杨士奇并没有屈服于命运 他依然勤奋读书 但是由于家境贫困 最之就没办法读了 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 上经考试 为了帮保家用养师奇 十五岁就在乡下 教师属 即是在师属里面做老师 那时候到处都兴起 读师做官的风气 乡下有很多师属 那些学生就先交了小部分学费 读过如果觉得不错了 读下去就再交其他那些 如果读得不好 他就走人了 学费不再交了 所以师属老师的收入多少 全凭他有没有本事 学生多还是少 由于杨士奇的学问根底很扎实 所以很多学生来跟他学的 说不过在这些这么贫困的地区来到教书 收入多极都有限 又要供养母亲 所以日子予都是十分艰难 那时候呢 杨士奇有个好朋友 也在这里住的 处境又是十分贫穷的 家里还有老人家要抚养 读书人也没什么本事 眼看着呢 白白饿死的了 杨士奇知道这个人是有本事的人 他就主动去找他 把自己教的学生 分一半给他来教 哎呀 自己都不够吃 收入微博 分一半给人 这个真是人窮知不窮 崇高品质的表现 仗义疏彩 杨士奇 确实是令人佩服 杨士奇就将这个情况 就告诉母亲知道 本来他都害怕的 怕母亲会责怪 你自己都不够吃 你只要一半给人 谁知各位伟大的母亲 不但没有责怪的儿子 反而十分高兴对的儿子说 你呀 你能够这样做 哎呀 真是不愧我养育你成人 穷人就更有同情心 更讲交情 更讲仁义 就是因为有这位 这么明白是你 这么讲仁义的母亲 所以 才能够培养到 杨士奇成为一代名神 不过杨士奇做官的道路又非常崎嶽 非常富于全其色彩 这个人真是主定命中坎坷的 他最初 就是一个很小的院长 做分导 分导就是现在在教育局里面 做个小职员那样 胡胡温温过日子 啊 一个不小心 将衙门的大印不见了 死了 不见了的大印 就好像等于当兵不见了手上那支枪 一样 有罪的 要坐牢的 杨士奇逼于无奈 只好一走了之 从小官员就变成逃犯 在外面 续续运了二十年 不过说就是逃犯 实际上没有人来捉他 因为他那个小衙门 是本读书那些东西 大印是没什么用的 那杨士奇就流浪了二十年 这种流浪生涯当然是十分十分艰苦了 但是杨士奇还是洁身自外 并没有堕落成为一个二楼子 他一直都坚持智学读书 他终于熬过了山穷水尽的日子 三十六岁那年 他就有机会参加建文帝组织的 赞写太祖实陆 由于杨士奇确实是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所以很快他就当上编赚 没奈 还被主编 大学者方孝如看中他 替不他做副总裁 到后来朱棣当政 杨士奇就真正受到重用了 他跟海俊一起参加过七人内阁 从此成为朱棣的宠臣 受到重用 不过杨士奇就跟海俊一样 也不是一个安分守己之人 海俊后来就因为这件事连命都没了 杨士奇到底怎样呢 欲知后思如何 赚得下回分解